欠祝端午节花莲市公所也特别吸手花莲县客属会花莲市峰会 在浩克文化会馆举办了112年端午节的活动 现场除了可以体验动手包粽子 还有每个月固定举办的原客小农市集 精彩表演轮班上阵 让现场洋溢着浓厚的客家人文风情 长长人龙每个人手上都拿着两片粽叶 在老师傅的引导下民众从折粽叶 都加入适量的糯米籍配料树形 最后再绑上棉绳 完整学习到一颗肉粽制作的几本SOP 为了欢庆端午节 这是花莲市公所18号上午 联合花莲县客属会花莲市分会 在浩克文化会馆共同举办的112年端午节活动 现场除了可以体验动手包肉粽 还有每个月固定举办的原客小农市集 其中还安排了月桃夜蒸馏课程 要让民众把记忆中的味道变成存入带回家 FB看到有这样的活动 所以就想说做日美食做 然后就来参加一下 那也希望说在后疫情时代后 然后多办理一些活动 让不管是各项的社团 都能大家出来动一动走一走 那今天真的非常的开心 那我们客属会花莲分会 叶金华理事长 长期以来就在推动我们客语 或者是客家的舞蹈 甚至客家的一些传统美食 那也很希望说我们在暑假的期间 也能规划一些客家的活动 一起来办理 让我们更多的一些客家文化 让我们所有市民都能够一起来了解 一起来参与 冬午节对于客家人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节日 市长威嘉燕也感谢客属会理事长邱昆成 在客家文化推展的努力 希望透过一系列活动安排 让大小朋友都能各家认识 并了解客家文化 并将传统节庆的氛围延续下去 记者许丽琴华林氏报导